上海珍呢 还得仰仗您 以后这剿匪的事啊 还得你操心 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好了 告辞了 不送 对了 我们给您还定做了上好的制服 做好以后就给你们送来 还有制服啊 感谢感谢感谢 告辞了 您慢走 好带好带 您慢走 您慢走 您留步 您慢走 您慢走 您留步 您慢走 您慢走 您留步 你留步 哎呦 我的腰哦 卫姨 凉水长好了 咋用啊 很好 鉴于你长得呆头呆脑的 我看要是靠你自己学的话 一时半可也学不会 好吧 现在我就手把手的来教你 少爷的洗帘水 必须是不多不少 水必须是不冷不热 很好 凉水要这么多 看见了吧 然后 再加上同等的热水 你摸一下 就是这个水温 明白了吗 那如果少爷天气热的时候 想用凉水洗咋办 废话 少爷从小是让我用温水给洗大的 他就不可能洗凉水 明白吗 嗯 少爷的文房四宝 必须摆放得整整齐齐 文房四宝都是干什么用的你知道吗 这个是燕台 要放在右手的上端 以便研墨和写字时沾墨用的 这个是笔洗 笔洗是干什么用的知道吗 顾名思义就是洗笔时候用的 这叫镇齿 写字的时候压制用的 明白吗 可是少爷要是不想练字的话怎么办 废话 少爷从小就练字 他不可能不练 记住了吗 看见了吗 上床 啊 上床 嗯 快点 搞乱 没 搞乱 哦 好 好了 现在回想一下 你刚才看的那样子 叠的一模一样 好了 我有事先走了 你要在这儿好好的练 你要是不好好干的话 别叠我扣你工钱 你可别怨我 你刚才啥样来着 俺没来得及看 雷儿 放在别叠了 为啥 这是贵仪叫俺做的 我从小啊 就被贵仪管得死死的 早就不知道憋成什么样了 这洗帘水 我喜欢凉一点 这也不行 我就只能练字嘛 我想画画行不行啊 还有这被子 非得要把它叠得跟豆腐一样 我要是想把它叠成馒头一样 不行啊 可是贵仪说了 他这样都是为你好呀 贵仪当然是一片好心 可是他有时候做得太过分了 这反而变成我的负担 雷儿 你听我说 你以后别变成贵仪那样 可是还没有明白 雷儿就是雷儿 咋会变成贵仪呢 贵仪 贵仪夫人好 等等 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 给少爷的洗帘水 要用热水热水 怎么还这么凉啊 舞魁少爷说了 他不喜欢用那么热的水 按得听他的 那敢听我说话 就是放屁是吧 哼 谁呀 不听我的话 愿得靠你供权你的怨我 这只一只二只三只我 死丫头 蓝儿 你给我进来 啥事 啥事 你看看 怎么回事 过来 还有这个 怎么回事 舞魁先生说了 她不让俺动她的东西 她说不让俺成为贵依第二 什么 贵依你放心吧 俺咋能成为你呢 俺的命没那么好 死丫头 月底我要不扣你工钱 我这不是贵掌柜的 队长 就这么点 这不少了呀队长 来来来 崽子 快来快来 来来 填上填上填上 这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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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不少了呀队长 这就这么点 行行行行 走走走走 这么点啊 楚子 哎哟 二姨 便您来了 二姨您急一下 自己急一下 这干吗呢 商会的人送了块匾过来 早就看见你那点头�ς要的怂眼了 这 阿姨 那不是他们跟我客气吗 那我问你 你现在什么身份了 我是警卫队长 还有呢 我是您外事 我问你那扁上写的什么字 队长 那扁上的四个字是 剿匪英雄 你怎么知道的 队长 是这样的 我爹的爹 家里有一块这个扁 从小他们告诉我叫剿匪英雄 对对对 现得你认字啊 现得我不认字啊 现得什么呀你啊 队长 长得跟个扁似的 滚 队长 您真英明 天资村会 天资村会 我揣呀 阿姨 那扁上的四个字是 剿匪英雄 就是啊 你都剿匪英雄了 对吧 你不把土匪打退了 那商会的怎么挣钱呀 做什么生意呀 我说楚子呀 你现在最重要的 你就是得把这个派头给我拿出来 威风抖起来 是吧 你也学学我们家王爷 我们家那个王爷呀 那可是 连放屁打喷嚏 都偷着那么一股子贵气 我哪能跟王爷比 为什么不能比 怎么不能比 凭什么不能比 你是要娶格格的人 对啊 我要娶格格了是吧 楚子呀 二姨老了 您不老 你呀 要是那扶不上墙的烂泥 二姨就不费这个心了 提亲的事啊 就算了 您别算了呀 那个 我要是做不好的话 你教我不就得了吗 也是你那娘啊 死得早 行吧 我这二姨的就费费心 福尔 过来吧 干什么玩意儿 你不让我扶着过来吗 我这扶着 我说的是你的耳朵 你自己说 这煮咖啡我教了你多少次了 怎么到现在还弄成这样啊 邵东家 您 您话不能这么说呀 我真是用心熬的呀 我熬了整整一个晚上呢 要是让掌柜子知道 我烧了一晚上的柴火 我还活不活了啊 熬了一个晚上啊 这好好的咖啡都让你糟蹋了 啥 熬一晚上还不够 行了 行了 我现在最后再教你一遍 这次要听好啊 你看 先把咖啡放进去 少彪头 您就饶了我吧 你上次让我帮你弄那个什么什么 牛排 折腾的我哟 被掌柜的扣工钱到现在还没扣完呢 没事 担心什么呀 有我在 你不会有事的 这煮咖啡第一步呢 就是要磨咖啡豆 我想起来了 掌柜让我去搬货呢 对不住了 少彪头 我扒过去了 对不住啊 对不住 他不是厨子吗 搬什么货啊 你过来一下 少爷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赶紧走 掌柜说了 不让我们帮他弄西洋玩意儿 抓到要花钱呢 大家别走啊 少彪头 他们这都是咋的 没什么事 雷儿 你来得正好 来 你看 这啥 好好闻啊 这个呢 叫咖啡豆 原来是豆子呀 就不能这么吃的 还是我来教你怎么弄吧 来 我教你啊 看好了 把咖啡放进去 来 去放这点 你转这个手柄 来 试试 来 试试 你肯教俺啊 那太好了 吃呀 来 然后 你看啊 打成墨子了 这不能吃的 要煮过以后才能够喝 好 那我从头再教你一遍 看好了啊 先把咖啡豆放进去 对 就是这样 这次的 看东西啊 嗯 看 对了 这是啥 咖啡 对对对 咖啡 那 那这个呢 叫三啥来着 你连三明治都整出来了 对对对 三明治 这面包 你是从哪弄来的 这不是面包 这是上等的白面馒头 刚才俺在厨房找了好长时间呢 俺觉得跟你说的差不多 做了三个 你尝尝 好 好 咋样 不好吃吗 也算是别有风味 味道还挺不错的 雷儿 看不出来你真行啊 真的 俺真的行啊 行得很呢 来 我再教你一点啊 比如西餐的餐桌礼 刀和叉子的摆放 可是很有讲究的 叉子 那不是俺们上下爬干草用的吗 咋能上桌啊 那不是一回事 来 左手拿这个 右手 拿这个 这个东西不是用来梳头的 你呀 这些东西都是餐具 是用来吃饭的 真好玩 你真厉害 算你这儿见的世面啊 可比王爷府见的多了去了 王爷府 你去过王爷府啊 嗯 俺去找穆雅格格 格格人真好 又给俺送新衣服 还给俺好多好吃的呢 原来 你跟格格这么熟啊 那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有啥帮忙不帮忙的呀 只要俺来人能做的 你尽管说吧 上次去王爷府拜见 我一心想着要去救师父 就和格格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我想写一封信跟他解释一下 就这事啊 包在俺身上 雷儿 谢谢你 你真是太好了 啊 妈 你刚才干嘛 干嘛突然抱啊呀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是洋人的礼节 他们见面就拥抱 他们开心也抱 不开心也抱 洋人的礼节啊真是奇怪 那你 你赶紧写你的信吧 俺去给你倒茶了 休闲 夕陽的礼节 又拥抱 哎 夕陽的礼节 真是的 哎 真是羞絲人了 想什么呢 哎 唉 桂姨夫人 没想什么 对不起啊 我听厨子说 你最近总弄乱七八糟的东西 给少爷吃 那怎么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那个叫做三明治 不是 是七明治 八明治 行了 行了 什么三明治 七明治 八明治的 我看就是狗屎明治 还有那个什么牛排 血淋淋的 怎么能给少爷吃呢 可是少爷说了 洋人都那么吃的 很补身子的 胡闹 我为少爷定制的菜单 那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是兼顾到各方面营养健身功能的 你那个什么西餐 那就是蛮鱼的吃法 那就是如猫鱼血 怎么能给少爷吃呢 可是少爷说他自己想吃啊 那你也不能让他乱来啊 那可是少爷他是俺的主子呀 什么意思 拿你的主子压我是不是 你也不想想 谁给你开工钱 不想要了 不 贵义夫人 您误会了 您真的误会了 要不然这样吧 以后除了少爷不让俺做的事情 俺都听您的 您看行吗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干活啊 好好好 好好好 为夏海队服务是我们的职责 好的好的 好好做生意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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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队长的水果 谢谢您天的水果 谢谢您天的水果 来 有什么给我们队长认识红的 有有有 这有上好的江林 拿来吧你 对吧 什么破玩意 一看就是算的 队长这 还愣着干什么 不去啊 赶紧挑好的去 你说你也不好好想想啊 要不是有我们 队长 我们队长打脆头肺 你说你还能在这开张 你小子可别忘恩负义 这哪能能啊 您是山海阵的大英雄 屋队长跳什么是这都有 这都有 客气了 为山海阵服务是我们应该的 那既然他那么诚心的话 那就全收下吧 其实为山海阵辛苦的嘛 对对对 走走走 这样的话就都送给我们队长了 你们两面 拿走拿走拿走 好啦 好啦 Couldn't let go 好 来在前面看看你们 哈哈 呸 哎我们队长啊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来 好 来兄弟们辛苦了 哈哈哈 来 好 来 啊 喂 哎呀 啊 啊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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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少爷 少爷 你早晚有啥事 雷儿 你还记不记得 我上次叫你帮我去王府送信的事啊 俺把这事给忘了 俺现在帮你送去啊 别急 我信还没写呢 行 那俺帮你蒙蒙 你咋扔地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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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不对 你还扔 我都跟你说了不要扔了吗 你咋扔地上啊 你写字好好看啊 你咋扔地上啊 你拿反了 可是这不都差不多吗 你一个字也不认识啊 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 过来 我教你 这两个字 就是雷儿了 以后自己的名字 你总得认识 要这样看 你先把这两个字记住 以后我再教你别的 真的 你肯教俺啊 不过 先去弄杯咖啡来 我马上去帮你弄 好的 好的 原来 你的名字长这样啊 是一个快乐的雅婚 来吧 哥哥 雷儿姑娘来看你 哥哥 这是孟武魁少爷亲自给你写的 你看看吧 多谢了 你 你不看看吗 我回头再看 你 你不想看看里面显示啥吗 哎呀我说雷儿 你就别诈呼了 你没看见哥哥正在伤神吗 你那个主子武魁 还真是不识趣 跟武魁少爷没有关系的 这封信是俺送的 还不是一样 那个武魁 我也不是没见过 上次来王爷府 不给王爷面子 还对我们哥哥胡言乱语 不知所谓 傻子一样 你说啥呢 傻傻子 武魁少爷可聪明了 西洋文学你懂吗 他就等 而且他还武功高强 他还狭义心肠 他还说不让俺们下人老干些粗活啊什么的 他说要什么 人人平等 而且他还 他还 他还 他还长得俊 他还老爱说笑呢 他 他 他还 叫俺实字 叫俺写俺的名字呢 你都把他夸到天上去了 奴婢夸主子 有这么夸张的吗 俺没有夸张 俺说的可是大实话 雷儿 你就不要和柳英一般见识 这丫头就一张嘴 你一个老实人说不过他的 你亲眼见了 这信 我收了 也看了 麻烦你回去转告一下萧公子 我心领了 萧公子本就是莫雅的救命恩人 不用这么客气 要是以后再这样拘谨 莫雅就不敢交他这个朋友了 嗯 俺们接下来了 俺明天就跟他是说 唉 今天这事也办成了 那俺就先走了 柳英姑娘 你不用送了 回头我就来看你们 走了 慢走 我就想看看这萧公子 写了什么不得了的话 让格格您对他青睐有加 写了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这个人 如果真的像雷儿说的那么优秀 我们倒是可以拿来当一个挡箭牌 当谁 姓吴的 可在等到领工钱的日子了 可在等到领工钱的日子了 贵姓 我都来大半个月了 咱只给了一文钱呀 是不是你算错了 是算错了 你就说嘛 你肯定是算错了 这个也得扣了 哦 为啥 俺每天可是准点来准点走的 那又能怎么样 你干活了吗 身为一个邵东家的贴身丫鬟 该干什么你不知道啊 请安打扫卫生炎墨倒茶 你都做了吗你 这邵东家没让俺做呀 少东家不让你做你就不做了 那我还不想给你工钱呢 你也不要了吗 我又不是啥都没有干过 我帮大厨屁过柴 帮老六搬过东西呢 那是丫鬟该干的活吗 干了也是白干 桂姨 再说了 你说你这丫头也太能吃了吧 你一个人要吃这么大一锅 这么大一锅还不够 你要吃三顿 一天三顿你说你吃这么多 给我五个人吃的 大一轮 大一轮 我这标局迟早有一天是被你吃垮了的 想起来了 给少东家 断过茶 是吗 而且炖的还是西洋咖啡呢 咖啡呀 那不算 为啥 为啥不算 我把大阳给你 但是放在我这儿 不放在你那儿行不行 这个当然不行 就是嘛 可恶不对就是不行 不说是没有 我也不不放在你那儿他 我看你也不放在你那儿 你也喝得干了 你也喝得喝 我会喝得喝 全都写在这张纸上 背下来 一桩一桩的办 然后上渡家按上手印 你就凭这张纸给阿算工钱 行了吧 好 就这么办 立字为句 省得到月给我扣你工钱 你找麻烦 好 上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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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干嘛 我来干活啊 你看啊 你自己看 第一项 清晨请安 奴婢雷儿 给少渡家请安了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干完上面这些活 俺拿不到工钱呀 说什么 这样吧 俺听你哪有脚脚 记得选麻的时候 你说俺脑脚可舒坦了 是不是 你 你 你干嘛呀 这 不是 这 这此一时彼一时也 再说了这种事情 男女之间不能随随便便的 女孩子最好不要摸男人的脚 你之前不是说过 男女之间可以随便抱抱吗 那咋脑脚就不行了 这拥抱是一种礼节 那 拥抱是一种礼节 脑痒痒呢 它是另一种礼节 不对 是一种接触 反正绝对不一样的 你不可以随便给我脑痒痒 那你知道了 男女之间啊 可以随便抱抱 但是脑脚摸脚就不行了 是吧 就这样吧 你没事了吧 没事了 忘记了一首印了 你看 清晨请安 来来来 拿个手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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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自己睡吧 拿下走了啊 小同家 请喝茶 我不喝茶 你不是会弄咖啡的吗 不行 端咖啡不算工钱的 你就别为难俺了 行了行了 放下了 还要按手印是吧 还要按手印是吧 按走了啊 我刚才想写什么呢 engages 阿是一个快乐的亚欢 阿是一个快乐的亚欢 阿是一个快乐的雅 阿是一个快乐的雅 大欢 安帮你捶腿吧 少东家 你给我听着 像你这样一会儿进来一会儿进来的 我这东西还怎么写下去啊 你凶啊 你是不是嫌安干活干得不好 嫌弃安了 那这样吧 你呢 也不要再折腾了 我把手印全部都给你按上去 行不行 接下来呢 你就不要再进来了 不行 为什么 俺来这里是堂堂正正的赚钱的 不是来骗取公钱的 那只给我看看 不行 你能保证给你以后 你不把这上面全按成手印吗 好 我保证 我保证 好吧 给你 好 行了 你去集市给我买一斤胡萝卜回来 买完就回家 这 这 这上面有这件事情吗 这纸上列的最重要的一条 就是 你看 唯我示命 你是我贴身丫鬟 你的任务呢 就是我让你干嘛你就去干嘛 现在我可是让你执行最重要的任务 其他的都无所谓了 可是买胡萝卜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吗 那当然了 我最近口有点干 想吃点胡萝卜 润润嗓子 快去 嗯 买上去 买完以后就回家 记住回你自己家 OK OK 爹 你已经回来了 啊 回来了 回来了 啊 爹 那您现在不急着休息吧 怎么了 我对标局的经营有些想法 想跟您谈一谈 好 让我瞧瞧你有什么好的想法 这是什么 Transportation呢 就是运输的意思 它也可以代表咱们中国保镖的一种任务 也有escort 就是护送的意思 当然还需要 agreement contract才行 什么阿国乱谋题 什么 康泰人之盖 这其实就是合同的意思 要签书面合同 还要charge 也就是收费 废话 当然要收费了 这个合同的问题 我们标局的规矩 只是一张纸 讲一句话 就成交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义 还有什么 我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呢 都已经是民国了 连皇上都已经没有了 这标局是不是 也应该脱胎换骨 有一个新的面貌呢 好了好了 别再搅和了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以后不要把那些中英文夹杂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 用纯中文的 讲话也是啊 还有吃东西 以后不要说 喝什么 咖啡呀 好了爹 先不管中英文 您就说说 您觉得我的想法怎么样 你有这份心 爹就很放心了 爹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 这个东西 关系着我们整个信义标局啊 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